好 接下来问一下这个Michael 你想 我觉得你可以先跟大家聊一下 你在2020的时候疫情大跌的时候 勇敢满进这些暴跌股 然后报酬率都获利超过100% 因为接下来你刚刚也担心说会有黑天鹅再来 我觉得这个投资的观念是大家这个学习投资理财 想要财富自由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你因为这么做你很早就财富自由了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勇敢的满进 而且你怎么选股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在今年去年三月份发生的事情 就是美国的量化宽松 那大家对量化宽松如果有一个研究的话 就会发现说 美国的股票在过去30年 只有7年是负的收益 在这7年负收益当中 只有4年是超过两位数的 超过两位数有3年是发生在2000年的.com bubble 有在2008年的时候 只有1年是负收益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量化宽松 因为其实2008年的时候对经济所造成的冲击 是比2008年是比2000年还要严重 因为2008年是房地产业和金融业 这两个行业就占了美国GDP的20% 都倒了对好那但是呢第一次的量化宽松呢 华尔街经过六个月的时候才把筹码整理完毕才股市才见底 有了一次经验以后呢 华尔街的投资人是非常聪明的 在这一次三月二十三号十次量化宽松的时候呢 只跌了一天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为什么因为已经有一次经验了 看到QE无上限大家都醒了 而且这一次是无上限就像主持人讲的 所以说呢华尔街非常的聪明 所以说再也不会回头 那大家再来看呢 这一次量化宽松的规模呢 跟之前又不一样的规模又更大 到了三兆美元 所以说短期来讲呢 因为资金的效应呢 股市其实是没有大幅回挡的这种资金面的可能性的 只有黑天鹅的事件或许会让它再拉回来 那这个黑天鹅事件常常就很难讲了 还有就是说呢 现在涨了很多了以后呢 可能会有短期回调的这个风险 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 Capital Gain Tax 就是资本利的税的这种实施 但是呢可能也都是短期的效应 那去年在三月份的时候呢 因为我看到这个现象以后 我就准备要进场了 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研究 但我们那时候真正进场呢 其实是在三月二十七号 所以三月二十三号 那天是什么事情 为什么是三月二十七号呢 因为在其实也不是说 看到电话宽松就进场 电话宽松其实已经给你信心了 但是呢三月二十六号呢 美国二点二兆美元的刺激方案已经通 已经在那个Senate 就是参议院已经通过了 那所以我们我们从这两个因素来看呢 二点二兆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百分之十几 所以说这一次来讲 其实美国的美国GDP 有百分之六十七次消费所造成的 大家担心的就是说呢 人们都不出来消费了 所以这时候呢对美国GDP有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呢二点二到几乎已经把这个 把这个上市的消费呢 已经差不多补回来了 就是说呢 就算你不消费 国家撒钱补回来了 对就算你不消费 但是你钱也有了 你可能慢慢慢慢就会消费了 所以呢这两件事情发生了以后的话呢 那我们在三月二十七号就买进了 当然买进的时候的话 已经之前有做了研究了 不是说这个要一些准备嘛 那最主要的这个 而且你买的是娱乐跟邮轮啊 那时候 对因为当初呢 我对了非常 我对了一些行业呢 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就是说呢 我第一个先研究每个行业的 所谓的回报和风险比例 那什么是回报和风险比例呢 就是他回到原来高点 还有他跌到三月二十三号 有些是三月十八号的低点的时候呢 这个的比例是多少 因为其实有很多公司 这一次跌的非常的多嘛 但是他在疫情之前 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 那像这个凯撒娱乐的话呢 他不但原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 而且他有非常多的这个题材 我买的股票其实是二德瓦多 因为在疫情前 他就跟凯撒娱乐呢 有一个全美最大的 赌场的这个合并案 那这个合并案呢 是二德瓦多去买了凯撒娱乐 然后呢之后就是更名为凯撒娱乐 那二德瓦多在疫情之前 他的股价就在过去三年 就大概涨了三倍 因为他的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领导人叫Tom Reid这个人呢 他就是一个赌场的一个经营的好手 所以这一个合并案呢 是一个卡尔艾肯这个 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华尔街的投资人 他所促成的 那凯撒娱乐本身是美国赌场的 娱乐界的第一品牌 他在那个拉斯维加大道上面的赌场的地位呢 就相当于在华尔街的金融业的地位 是一样的 但是他却是经营不散的一个情况 所以有一个第一品牌 被一个优秀的团队所诟病 再加上呢 上礼拜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纽约州长 他已经初步同意说呢 也让那个线上这个运动博弈呢 把它合法化 所以说呢 上个礼拜呢 那凯撒娱乐他有大仗 为什么 因为这个线上娱乐呢 在美国被禁了非常多年 是在2018年的时候才合法化 然后呢 到现在为止只有20周 是OK的 是合法的 现在还有20周的这个潜能 都还没有释放出来 那这个释放出什么潜能呢 他就是一个互联网股了 因为他基本上就可以在手机上面 就可以下单 所以说 基本上就是变成是说呢 美国的整个的这个 人民呢 他不需要到拉斯维加斯 他就可以参与这件事情 但我们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运动大国 所谓的线上运动 就是我们知道是NFL NBA 然后呢 这些打hockey的这些人 那所有的Super Bowl 这些都可以 你都可以参加 所以说 我那时候就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过的 但是你现在的气氛 线上运动博弈 还蛮合理的 所以他有价格的诱因 有合并的诱因 有一个合法化的诱因 那有这么样多的诱因呢 也当然就是看得出来 就是说呢 现在的这个 看起来就是这个 报酬率是比较好 大概270% Michael你对于美股 是特别的有研究 我们台湾现行 很多年轻人都是开美股 这个非常的频繁 你觉得现在我们刚讲 美股第一名 Tesla还可以再布局吗 涨成这样了 如果 大家是愿意做长期投资的话呢 那我想 应该怎么来看Tesla呢 如果你要了解Tesla 我们先要了解互联网这个行业 因为互联网这个行业 是这几年它标障最厉害的行业 那互联网的行业 其实电力在两个行业的基础上 第一个就是手机的普及 第二个呢 手机的普及是电力在 所谓的通讯业技术的这个突破 就是2G 3G 4G 5G 我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 但是我们已经可能已经没有感觉 因为已经很快了 那其实Tesla它本身就是跨了在这个无人驾驶系统 电动车和电池的三个行业 它不是一个单单纯的车公司 那现在的电池的技术呢 已经到了六百公里八百公里了 上周呢 未来汽车已经发发布了一款这个电池 可以到一千公里 所以它就是用我的说法 就是超过人类的疲劳极限了 你已经不会对这个电池技术产生怀疑的时候的话呢 2021年就是电动车的爆发的一年 那在这一年当中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电动车加进来 那 Tesla呢 它的这个电动车呢 它今年也要大卖 电动车的 Tesla电动车的大卖呢 跟其他电动车厂呢 有一个非常的不一样 是因为它有一个无人驾驶系统 那我们大家用Google Search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你是在帮它训练Google的这个大脑 因为呢 它这个背部有 后面有一个这个深度学习的一个 机器学习的一个部分 那电动车也是一样 当我们在开特斯拉的车的话 我们就成为一个所谓的交通和路况的收集器 这个是特斯拉得天独厚的地方 因为这个远远超过所有的竞争者 三到五年的时间 特斯拉 特斯拉现在已经有它的自己的chip 这可能也是台积电下一个 所以Apple Car也没有办法做到 Apple Car现在只是一个车子的话 它跟特斯拉至少三到五年的距离 所以说特斯拉它本身不是一个车公司 它是一个所谓的MAAS的公司 就是Mobility as a Service 那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 所谓的SAAS 就是Software as a Service 就是说呢 软体呢当作一个服务 那像Microsoft的就是软体当作一个服务 那所以像电动车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呢 如果成熟的话呢 特斯拉会成为所有车厂的自动驾驶的一个软体提供商 所以它就变成了车界的Microsoft 车界的微软 所以它再也不是一家车公司的评价 因为Software的Margin是6 Microsoft的Margin是67到69% 所以它的毛利也会是这么高 它的毛利会增加 而且它有硬体 而且它还有电池 那这是一个 这样听起来股价就是越来越高 对 也是越来越合理的 对 所以有人已经预计 特斯拉的股价有一天是要超过苹果的 最像刚刚有一位来宾也讲是说呢 在车子这个市场的整个的 整个的整个的这个CAPEX的量呢 是要远远的超过手机市场 那另外呢 特斯拉呢 已经发布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它说以后你可以 也许你不要买车了 你只要呢 用这个无人驾驶的服务就好了 那美国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 如果在美国搭计程车 现在每一英里是两美元 有了这个无人驾驶的车队了以后呢 每一英里会下降到0.2美元 所以这个会让非常多的人 就没有买车的 没有买车的incentive 没有买车的动机之后的话 会颠覆掉至少五个市场 因为你没有买车 你就不要买汽车保险 你不要做汽车维修 你不需要停车 你不需要加油 你也不需要做二手买卖 所以这五个市场呢 都会被颠覆掉 这个就是特斯拉今天价格 为什么会涨到这么高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这个就是 当然这个大家如果要对它有兴趣的话 可能就是要抱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看法 OK 说特斯拉这你觉得还有什么可以特别注意的 另外呢 在这个互联网的产业呢 当然还是现在还是非常的盛行 那我个人是有关注一支股票叫做 Adzi Adzi呢 它是一个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互联网里面最强的就是Amazon 但是它唯一打败Amazon呢 在它的这个个别的产业里面打败Amazon就是一个 Adzi Amazon在2015到2016年成立一个部门叫Amazon Handmade 就是要来打Adzi这支股票 就是呢手工产品 领域这些东西 但是呢它不但把Amazon打败了 Amazon把这个部门都收掉了 所以说Amazon基本上这个sector呢 这个部分已经浪给了Adzi Adzi的毛利率高达69%到70% 持续高成长 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第一 行业第一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 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股票 请不吝点赞订阅